大家好 我是Edith 歡迎回到LiveJandling 真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沒有在這裡和大家 聊天 我相信在這段時間 大家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看到很多不同的畫面 我們的社交媒體 IG、Facebook 全部都充斥著很多 每天有不同的資訊 你有沒有想過 接收這些資訊的時候 是怎樣去整理 還有你有什麼感受 所以今天我想 做一個特別的子彈筆記 的版本 就是怎樣去到 紀錄一些我們自己的心情 還有去整理 自己不同的感受 第一個我們要做的就是 一個Tracker 這個Tracker就是幫助我們 記錄不同的心情 首先你就可以選擇 一系列的配色 然後就在你的Bullet Journal 那裡 由1至到31 這樣去寫上這些日期 打直地寫 寫上之後 我們就要在上面去決定 我們要Track些什麼的心情 今次我就選了六個的心情 但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樣的 那選好了那六種顏色 就逐一去填上去 每一種顏色 就代表一種的心情 那今次我就選了 悲傷 憤怒 焦慮 平淡 滿足 還有恐懼的 那跟之前的Tracker 都是類似的 就是呢 如果那一天有這些心情的話 那你就可以在那一天 那一格那裡填滿它 但這個Tracker的好處呢 就是它可以一次地去 去Track到不同的心情 那而且呢 因為我們有很多個Column 那如果你慢慢發現 之後你還有其他的情緒 都是想記錄的話 那你都可以隨時加上去 但有時呢 除了我們可以 立刻去Name到這些感受之外 可能我們的身體狀況 都會反映了 我們不是太妥的 例如是頭痛 胃口不好 失眠 作嘔等等 所以今次呢 我都會在右邊 再加一個Tracker 是記錄下這些的身體狀況的 剛才那個頁面呢 是比較快地去記錄我們的感受 和身體狀況 但是呢 有時候呢 我們未必可以這麼快地去知道自己的感受 我們只知道呢 發生了很多事情 那所以呢 我們就需要一個沉澱的過程 在這個版面裡面呢 我們會把頁面呢 分成四格 我選擇了呢 用一個簡單一點的版面 讓我們呢 有多一點的時間呢 可以進行沉澱 在第一格裡面呢 我們會填 What happened 即是發生了些什麼事 在這個部分裡面呢 我們只是需要 描述發生的事 不需要加上感受 例如是 究竟我們看到些什麼呢 我們聽到些什麼呢 我們做了些什麼 有些什麼人對我們做了些什麼等等 等等 而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What I think 即呢 我們究竟對於這一件發生的事件 我們所聽到 我們所看到的東西呢 有些什麼的想法 那這個想法呢 可能是一些評論啦 即是呢 你覺得對還是錯啦 為什麼對 為什麼錯 有什麼原因 那麼呢 可以將你所有的想法呢 都在這一格那裏呢 都在這一格那裏呢 寫完出來 總之呢 這一格呢 就是你對於這些事件的想法 還有呢 是一個套苦水的空間這樣 去到第三格了 那麼這一格呢 我們就會填上 How I feel 其實我們真正的感受是什麼 很多人呢 就會停留了在上一格那裏 就是我們其實怎樣想 那但是其實去到我們的心裏面 真正的感受呢 很多人呢 都不會知道其實是怎樣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刻意地去問自己 我們有什麼的感受 可能是憤怒啦 恐懼啦 就算是什麼都好 都不要緊的 你要記住呢 其實呢 感受是沒有對與錯的 所以呢 無論你是感受到悲傷 還是感受到憤怒 還是覺得很平淡 其實呢 沒有人可以說你 這樣感受呢 是不對的 而我們最重要的過程呢 就是把我們真正的感受呢 去找出來 還有呢 去寫下它 千萬不要不理它 或者壓抑了這些情緒 因為呢 越積越多的話呢 其實對我們 一點幫助都沒有的 最後呢 就是第四個部分了 第四格那裏呢 我們會填上 What I need 我們究竟真正的需要呢 是些什麼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需要你整理了上面三個的部分 才能夠呢 慢慢地去沉澱出 其實我們真正的需要的是什麼 那千萬不要心急啦 那我舉了一些例子啦 可能其實我們真正的需要的東西呢 是未必可以即時地去滿足的 例如是 可能我們覺得 我們需要一個人的道歉啦 或者我們需要呢 我們需要呢 跟人聊一下 或者我們需要呢 感到被尊重 這些的需要呢 很多時候呢 都不是一些 真的實質的東西來的 那有時候呢 找出了這些需要的時候呢 我才能夠呢 真正地知道呢 我要怎樣去回應 或者呢 可以好好地去 去表達給其他人知道 最後呢 都希望這條片 可以幫到大家 在這個 那麼多不開心的事發生的時候呢 有一個工具可以幫你呢 去整理一下自己 給自己一些空間 如果真是很不開心的話呢 歡迎呢 你去 找不同人的人呢 去幫忙 去跟你聊一下 彼此去聆聽 大家都要成為彼此的幫助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讓我們一起到這裡 我們下次找個看 追望 我們下次再見 從中文欣賞 這是一個公主